外媒预计 中国一季度GDP有望净增20% 请点赞订阅 谢谢 参考消息网4月13日报道 据路透社伦敦4月12日报道 中国近期将公布的国内生产总值 GDP社会融资增量 贸易工业增加值 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数据 可能会证实对于经济从防疫封锁中稳健复苏的描述 分析师预期 16日将出炉的中国第一季度GDP料显示同比进增20% 为2021年全年增幅接近两位数打下基础 这归功于全球制造业恢复与国内支出急速反弹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则在日前公布 受低基数影响及从疫情中恢复 中国汽车销量在3月份连续第12个月增长 3月汽车产销同比增幅均超70% 中国3月汽车销量252.6万辆 同比增长74.9% 1到3月累计销量648.4万辆 同比增长75.6% 展望未来 中国经济依然会保持稳定增长 政府为促消费和为企业减负会持续支撑消费市场 报道称 一季度中国外贸开局良好 外贸企业在手订单较去年有所改善 中国有关部门表示将保持政策的连续性 稳定性可持续性 坚定维护多边贸易体制 反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 中国央行12日公布数据显示 三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3.34万亿元人民币 三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294.55万亿元 同比增长12.3% 三月社会融资模